Hello 大家好 今次我就教大家做一個招財貓 我們會用到Lingko Loon 白色的氣球 我們會用BOOM的下數來決定它的大小 就BOOM三下 一個 第二個 和第一個的波罪一起綁起來 造成這樣一對 或者你直接把兩個綁在一起 我們先做四對這樣 的白色Lingko Loon 將其中兩對交叉綁在一起 另外兩對將它綁成一個圈 接下來我們就將交叉這個 一個每一點綁在圓圈的這個點 它就做了一個頭部 所以剛才交叉的那個點就是頂 聲音 儘量將這個比較一樣區別輸入 留して保持一條 稍後讓它們會放細 350 取胀後才做兩個紅耳結 長出來的部分可以剪掉 做了兩個紅耳結之後 我們就會做多一個紅耳結 今次這個紅耳結可以做小一點 一個小的紅耳結 那就已經完成了 後面的可以放起 多出來的尾巴一樣可以剪掉 那就是貓貓的尾巴 剛才我們留在前面有兩條 我們可以留在一條 把它卡下來 卡在紅耳結上 令到尾巴薄進去 然後可以拿一個粉紅色 260 把它吹一個小的波波 很小便可以了 然後把它的頭尾綁在一起 這是一個鼻子 綁兩次 就會變成一個小小的圓形 把嘴唇剪掉 剪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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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開始鼻子 有兩個紅耳結 大一點 那個位置 拉下去 長出來 你可以再拉一次 下去 剛剛 兩個 兩個 現在這個部分 兩個 卡位 完成鼻子 然後 我們拿一個350 一條新的 放上去 可以放長一點 也沒有問題 在旁邊的部分 我們把它綁在一起 現在這個我們是做耳朵的 搭上來 然後 大概 我們會在這個 好像手掌這個位置 會做另外一個三角形 所以搭上來之後 預計這個位置 再扭一下 量度這個位置 是多大 譬如現在我知道 大概是我一纜的距離 我就先記住它 然後量度回到這裡 這裡 你一樣是量度一個 你自己想要的位置 所以就做了一個三角形 耳朵 這裡就做一個紅耳結 所以兩邊是一樣的 你先可以把這個紅耳結 和你頂頭 剛才不是叫你留一個波咀嗎 把這個紅耳結 用一個波咀卡住 然後做另一邊 對稱的部分 一樣 我知道會量度回到這裡 量度回到這裡 量度回到後 就可以放多一點氣 放了之後 適合的大小 把它卡住回到這裡 然後調整紅耳結 在中間打直 遮住了一些結的部分 現在貓就會有一個耳朵 耳朵的上面 我會做兩個粉紅色的圓形波波 輕吹一個波波 量度一量 差不多了 那我就綁一個連 將它繞了下去 在這個三角形的上面 多餘地剪掉 將這個波波摺回來 因為那個波波會有磨擦力的情況 所以它就會夾住在這個部分 現在那個波波也是一樣 所以剛才吹了一下 這個我都可以吹一下 這樣就一樣大小 好 擺好之後 其實這個頭就差不多完成了 我們就會把眼睛給它 比較容易就可以拿一個黃色 260 吹這個波波之後 將它頭尾綁在一起 就是一個眼睛 畫在這裡 將剛才的嘴巴輕輕輕小心點 繞回去前面 控制住它的位置 不要讓它走到其他地方 再做多一個 好 然後我們會給它一個眼眉 我們可以拿一個160的白色波波 吹脹了它之後 大致上是一個手板對摺的距離 然後就卡住它 直接綁一個臉 後面不按 然後把它一分為二而 變成一個八字 用剛才的波嘴可以繞一繞去 令它不會彈開出來 然後就可以剪掉它 將這個位置放進去 前面的波波中間 調整好位置 然後就做貓頭的部分 接著我們就做貓身的部分 我們就會拿 360白色的氣球 先做兩個紅耳結 站得細小的就可以了 然後大致上 跟它的身體 跟它的頭 去到這裏 其實是差不多的部分 長度差不多就可以了 將它對摺下來 把紅耳結的部分 然後把剩下的部分 放在兩個紅耳結上面 這一段是拿來跟頭去連接 所以長長短短可以暫時 不需要你去回注 然後我們就做個腳 腳的部分 我們用260的氣球 大致上剩下這麼多都可以了 簡單地做一個長長的圓形波波 然後做一個紅耳 然後就做一個橫形結 這個橫形結是貓貓的大腿 所以不可以太大 雙小個個這樣 跟它這個身體一半都已經可以了 然後我們做一個很小小的圓形波波 把這個圓形波波 推了到這個波波 橫形結的中間裏面 變成了這樣的情況 然後就把這個260穿過貓的身體 然後一樣都是做一個扭一下 做一個小的波波 做一個紅耳結 因為左右腳是對稱的 但因為調轉的情況 我們就不可以跟著這邊這樣做 而是調轉這樣做 然後做一個橫形結 放下去套這個圓形波波出來 然後做前面的小腳 兩隻腳記得要相同 這樣做了兩個腳 這些先不要拔斷它 因為待會有用 然後你可以拿一條260的圓形 我們會做一個貓爪 貓爪就是連續做三個紅耳結 它就會變成這樣 把這個長出來的波嘴剪去 然後量度一下位置 屈彎一點 捏一捏一些氣 令它會彎上來 然後你可以小心點 扭下去 然後另外一邊的手 一樣都是屈彎一點 再做三個紅耳結 完成了第二隻手 好 這個手 待會它就會拿著銅線 現在你就可以預計一下位置 放一放下去 看一看 看看它的頸多了多少出來 譬如現在就很長 我可以短一點 計算了之後 剪了它 放一個列 但是不要剪掉這條出來 因為要把它卡住 頭 把這一段 貼進去 你可以在後面的部分 把這一條拉上來 剪掉在上面的頭的紅耳結 然後多餘地剪掉 然後你的貓爪 可以用這些位置 有多出來的 翹翹翹 會舉高手 這樣的情況 到這邊這個手 我們會給它一個銅錢 所以這邊的腳 這條我們可以不 這邊給它一個銅錢 就是打橫 我們現在就做一個銅錢 銅錢會用到 Ninko Loon 金色六吋 我們就找一個 跟它差不多色 可能是白色 或者是啡色 或者是金色 你也可以 把它剪一半的長度 一六零氣球 然後把它對摺 放進去裏面 放了之後 情況就是尾巴會在外面 吹的位置也是在外面 然後就砰漲了 那個Ninko Loon氣球 然後就拿一六零的砰 砰漲了裡面的一六零 在光的情況下 你就看到裡面那條有多長 那你就要量一量 如果太長 你就不要吹到那麼長 或者太過長 你就要放一些氣 放氣的時候 你也要把一六零的波波 我覺得這個尺寸差不多 我就把一六零綁緊它 由得它 外面的波波的氣放出來 太長 綁緊它之後 就可以剪了內面的一六零 頭尾綁完之後 放好氣之後 就會形成一個這樣 長長的 但是是有厚度的 但是因為它會粒粒的 一點點 我們就放一點氣 令它漲一些 然後我們就可以綁裂 綁裂的部分 可以繞進手裡 然後尾巴的部分 我們就可以綁在腳上 多餘的尾巴就剪掉 我們就做了一個銅錢 然後就要裝飾一下去 和畫眼睛 眼睛可以用黑色marker筆 這樣畫一個圓形的 就已經可以了 然後銅錢也可以寫千萬兩上去 繪畫的部分 就可以叫做OK了 然後就到裝飾頸部的部分 我們拿一個黃色五吋圓形波波 多吹一個小小的圓形出來 做它的鈴鐺 然後就拿一個綠色的260氣球 先做兩個紅耳結 多餘的可以剪掉它 然後把它放在頸部的部分 穿過了舉高手的位置 然後把孔子穿過來 接一接 看看是否去到中間的部分 中間應該有一個360 白色的紅耳鐵 緊緊地包緊它 把綠色的紅耳鐵 長出來的可以剪掉 然後把黃色的鈴鐺裝上去 這樣就完成了 這個貓貓就完成了 這個頸部的位置 也可以用紅色或者其他顏色 這樣就完成了 大家記得訂閱和按這個小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了我的影片 下一條影片再見